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课里面我们将跟大家一起学习礼貌套语的口译 说到礼貌套语 请大家想一想使用礼貌用语的场合有哪一些 你能想起来的中文或者是法文里面的礼貌套语有哪些呢 在思考这两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 礼貌套语似乎多的数不清 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几乎都会用到 最普通的比如说见面问候寒暄 还有道别 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出现的频率非常高 那么在陪同口译的时候呢 就总是会遇到 在会议口译中 各位发言人讲话致词里面的礼貌套语 除了最基本的问候语句 往往还会包含重要来宾的名字 还会向来宾们质疑热烈欢迎 或者向主办方表示感谢等等 这么一说 大家是不是觉得对礼貌套语已经司空见惯了 还用得着专门来讲解专门练习吗 我们来看一条口译初学者的心理话吧 这位同学是这么说的 我本以为这些礼貌用语都是大同小异的套话 无需怎么记忆 一前看一看很自然的就会脱口而出 然而事实正好相反 经过多次上课练习的卡壳 我才明白不记忆根本不行 这些话只会在脑海里留有一个模糊的影子 想要迅速的说出口是很困难的 正是因为礼貌套语特别常见 在口译中总是会遇到 作为一员就更应当熟练的转换中法礼貌套语 做到脱口而出 在这一单元 我们将分类学习口译中常见的礼貌套语 包括人物称呼和介绍 表达欢迎 表达感谢 表达喜悦和表达祝愿 好 我们先从人物介绍开始 因为无论在什么场合 发言人的讲话 总是有其针对的听众 或者是与他对谈的另一方 因此我们在中文的讲话里会听到以下的称呼 尊敬的某某先生或者是某某女士 亲爱的朋友们 女士们先生们 我想翻译这几个简单的称呼应该难不倒大家 但有一点请大家注意 中文的称呼前往往会带上尊敬的 法语里面其实没有完全对应的表达 所以一定不要生硬的翻译字词 应当按照法语的表达习惯 译为 也可以选择 如果是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 则一般会在人称的前面加上 以示尊称 例如尊敬的部长阁下 译为 这个呢 是用于称呼时的翻译 在会议时 发言人还会介绍来宾 中文介绍的顺序通常是 工作单位加职务加姓名 比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前校长 黄建华 请大家想一想 翻译成法语应该怎么说呢 是Université des études étrangères du Guangdong Ancien President Monsieur Huang Jianhua 还是 Monsieur Huang Jianhua Ancien President de l'Université des études étrangères du Guangdong 正确答案是后一种 也就是说 法语里面介绍的顺序呢 是姓名加职务 再加单位 与中文相反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其实在介绍来宾之前 发言人往往还会加上一句 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嘉宾 这一句话也是礼貌套语中 不可或缺的一环 我们在这里呢 也为大家提供一种参考译法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表达欢迎的礼貌套语 最简单的就是 欢迎您 除此之外 在中文里面 我们还会常常听到发言人说 我仅代表 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 这个套语 在法语里面应该如何表达呢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答案 和我给出的参考答案 对比一下 请大家观察 表达欢迎的中法礼貌套语 思考一下 是不是能够替换 其中的某一些成分 把它们变成 表示感谢的礼貌套语呢 没错 只需要将热烈的欢迎 替换成诚挚的谢意 就是中文里常见的 致谢表达 相应的 把 换成 就得到了 法语的致谢表达 当然 根据场合的变化 发言人在表达谢意的时候 也有可能说的比较简单 比如 感谢大家的到来 我们学习了人物介绍 和称呼 表达欢迎和感谢的礼貌套语 那现在 我们来试一下 把这些套语的基本形式 组合起来 模拟一段中文介绍 请大家翻译成法语 由我来扮演这个发言人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首先 我仅代表研讨会主办方 向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请允许我介绍今天到场的嘉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前校长 黄建华教授 谢谢您的到来 这段话 大家可以试一下 怎么翻译成法语呢 可以和我们给出的参考答案 做一个比较 各位 第一个 请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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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志 郎建华 exen 旅程 际课 대� 做完这个练习 大家应该能够体会到 要熟练准确的翻译 看似简单寻常的礼貌套语 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 但只要多加练习 就一定能够不断的提高熟练程度 好了 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先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